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同事火急火燎的找你帮忙 帮到一半需要跟他沟通的时候 又找不着他 你还会继续帮他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找我帮忙肯定是 他事先想好了一些事情的 一些程序还有一些计划 如果说有两种可能 第一找不到他的人 我想办法先去联系他 联系不上他的话 我不能自己去替他做任何主见 因为你可能会受雷不讨好 如果这个同事是贺东东呢 不会 也不帮 对 原则问题 原则问题 因为最后的结果不是他想要的 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先说一个 关注圈跟影响圈的概念 那比如像刚刚您讲 这个马老师也好 这个吴老师也好 这属于关注圈 就是说你平时关注关注就好了 影响圈是你身边能够影响你的人 但是在你在回答这道题的时候 是做得挺好的 因为这有的东西 你可能影响不了了 对吧 你想跟他重新联系上 那又联系不上 那假设是说当时的情况是 他烂你做的你做完了 剩下的你的确帮不了他 那这就是你影响不了的部分 那你就关注就好了 那实际上我希望你能够把 这样一种习惯的脱额管制 对于你生活中你影响不了的事 你就不要去影响他 关注关注就好 就有的东西 这不是我们能够去影响的 这么个概念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刚才他在评价那些事像马某 这些事的问题上 他好像有点没有自知知名 但这一点问题上 他又明哲保身 好像有点矛盾 其实也不矛盾 就是说对于他来说的话 处理这个身边的小事 本来就是在他的 这个影响圈的能力范围内的 那个事呢 是属于超出了他的范围 那随便就会显得 进退的都有点适当 这个问题我觉得 其实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既然同事很着急地找你 他这肯定非常重要 但你都帮到一半了 你联系不上他 有可能这个时候 同事有其他什么情况 或者是联系手机试连 或怎么也很正常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涉及原则性 而是在于你的选择问题 所以我觉得 你这个问题为他不够真实 确实体现出来 你可能就是 有点跟你前面的回答 和你的立场 是很矛盾的 杨荣我没觉得他不真实 我倒是觉得 他可能有着 他的聪明 机灵 但是他也有 如果说今天你我是朋友 我是同事的话 我帮人帮到底 那是我的一个承诺 那你现在是 不管是你对吴小波这块 还是这个 你透着一点小小的功力 对吧 如果有风险 我就赶紧跑了 我费力不太好 这个可能你一会儿 太聪明了 杨石头说功力呢 其实很多年轻人 都有功力的一面 年轻的时候 22岁有这样的表现 很正常 一定的虚荣也很正常 没有逻辑也很正常 但最关键的是在于 你是否能自省 而且最关键 今天考核的是 你的这个销售能力 对 特别好 你准备怎么展现 你的销售能力 我卖你一套房吧 卖我 对 你选一个人卖吧 我不缺房 曹老师 他缺房 因为他支持他 你选另外一个好不好 就买你 我觉得是这样的 马瑞 你这就 这就其实给他为难了 不是的 这就是刚才讲的功力 因为全场你支持他 所以他选择卖房 因为简单 这个节目的简单的话 这考试就没有必要了 懂吗 土老师 让他卖卖化妆品呗 别卖房子了 他刚才让你卖化妆品 反正你也想去那儿 你就卖卖化妆品呗 行 好吧 但是不卖孟全 卖一杯诗 行 你选谁卖 杨荣姐姐 来 杨荣啊 你好 杨荣姐姐 你真好看 你看您的气质就特别符合 咱这款 一杯诗特别防晒这一款 夏天到了 现在紫外线特别强 对吧 您需要一件特别的防晒妆 咱这款一杯诗的化妆品 第一 纯天涯无公害 您用了之后 肯定会皮肤 在这个夏天里保持最亮白 最光滑的肤质 防晒的话 我有防晒霜啊 为什么要用这个呢 因为您用的防晒霜里面 可能添加了一些化学成分 对您皮肤造成了一点伤害 而且咱这款一杯诗呢 它没有任何添加的化学物质 纯自然的 所以说您用这款不伤皮肤 我现在用的也是不伤皮肤的 而且我觉得对于新品牌来讲的话 我都没听过这个品牌 我为什么要用它呢 您可以尝试一下新鲜的事物 不要老局限于一个样子 而且咱这款一杯诗 还有美白和防晒两个功能 您用过之后不仅会防晒 而且您的皮肤会变得更加白 我觉得我已经很白了 但是它可以让您更白 您变得更白就越来越好看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 就是多多销售来讲的话 我觉得其实你一直在不停地 给我硬托一个产品 因为你没有完全就是了解我的需求 比如说我平时有没有做皮肤的 这个护理的这个动作是吧 包括我平时会用什么样的化妆品啊 用不用啊 包括用不用防晒霜啊 然后你要知道用的需求 然后再去卖这个产品 还有一种我觉得它的销售方式 说实话特别基层 还是马屁型销售 什么叫马屁型销售 就是说姐你真好看 因为如果好看干嘛用你化妆品啊 你要先走近看 它的皮肤状况有什么问题 你的产品能解决它什么痛点 然后它才能产生购买欲 不是说姐真好看 我不太同意马瑞的说法 因为在这个台上 突然之间给你一个产品 根本就没有让你去了解 这个产品的一个功能和培训 如果是个聪明的选手 那个上面全都有介绍功能 他应该用一到两分钟时间 先看一下产品 然后再主推 对吗 如果他那不识字吗 是他没有用时间去了解 对 我是这样想的 这个选手会以为 你考核的是我的一个沟通能力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他是过关的 第一可能我就是太过于自信了 就有点自负了 先去了解产品的一些功效 但是却忘了销售的是客户 去了解客户的需求 去展现他们